有一位国王 他梦见自己的牙齿掉光了 于是招来一位智者为他来解梦 直率的智者说 啊陛下 这是一个不吉祥的梦啊 每掉牙齿 就是意味着你将失去一位亲人 国王大怒 你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给我滚出去 这时候国王又下令 找来另外一位智者 让他解梦 这位智者之后 一脸的喜 说哎呀高贵的陛下 您真有福气啊 这意味着您会比所有的亲人 唐寿啊国王听后大喜 来人啊奖赏这位智者一百枚金币 这时候年轻的礼宾官不解的问 第二位智者说 哎您的其实和第一位解释 本质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倒受到重罚滚出去 你得到重奖呢 这个第二位智者 讲了一个预言故事 他说有一位 年轻貌美的姑娘 满身污垢的去见国王 结果国王将他赶了出来 后来这位姑娘洗得干干净净 如出水芙蓉 穿上了漂亮的衣服 又去见国王 国王高兴地接见了他 并将他留在了身边 十分的宠爱和幸福 这个姑娘的名字就叫做真理 这位智者又说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讲真话 要讲真理 但是人们听了赤裸裸的真理 往往会觉得刺耳 就算你是讲出真相和真理的时候 要记住了 我们要选择适当的方式来表达 这在佛法界就称为妙法度众啊 人活一世成为众 成以修生 性以利业 学博人讲话要真实 做事要诚信 诚信为自己积累圆满的因 不诚实会为你积累失败的因 所以一切的成功与失败 源于你自己不要埋怨别人 别人对你怎么样 多想一想你自己怎么样去对别人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傻瓜和愚者 自作聪明 我们死是不愚意的 不愚意的学博人 那 啊